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mes 一个星期的股票交易在今天又开始了 当然马来西亚疫情最近有开始慢慢升温了上来 可以看到今天连我们卫生部长凯里他也说了 我国的医疗系统必须要做好准备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传染数已经上升到1.05 所以我们国家的单日确诊可能会激增 这是他本身说的话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好准备 因为之前我们单日确诊 4000多的时候是一个低点 那么过后一度就从4000多变成6000多 然后现在是说 Putrasaya那一带相对会比较严重 你可以看到过去两个星期 那边的确诊也是增加了上来的 所以今天马来西亚确诊是5143个人 是有稍微下跌一点点的 那么全球方面今天是增加确诊363,412人 全球死亡今天增加了4705人 好马股今天又回调了KLCI又跌了8.88 所在1522.34 下降的counter476个 上涨的352个 所以市场可能也是受到 我国的COVID的疫情的影响 因为基本传染数又上升了上来 所以意味着这短账马来西亚好像看来比较好转 会不会不久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在那边 我觉得我们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的 那么今天主要是仙股 蛮多仙股是有一些事情炒作 像MWP也起了4.2% 然后RGTEC10.6% 它最新业绩YOY转亏为盈 然后今天医疗手套板块也是有起一些上来 因为欧洲那边的疫情最近是升温上来的 像KPLUS也起了5% 然后FITUS也起了3.2% 最新业绩是转亏为盈 而我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 Stock Pick 就每个星期我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所以截至今天 当然相当多的选股回酬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KGB也起了3% 所以在1.74% 你可以看到他的director Mr. Ong 有在买进他的Warrant B 他一天也买进了50万个units的Warrant B 之前我选KGB Before he bonus issue 96.5分 也派了股息5.3分 加上Free Warrant B 59.3分 这两年10个多月也是有328%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9年 Aion今天也起了2分 所以在1.47% 所以国家对EPF都有在买进Aion的股票 他在一天也买进了3900股 之前我选Aion 他的股价是8毛 也派了股息1.5分 这一年两个多月也是有86%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4年 然后Turgleaf今天也起了4分 说在2.49% 他们要在香港那边挂牌上市 之前我选Turgleaf他的股价2.02分 也派了股息82.3分 这三年4个多月也是有64%的回酬 他还有其他的选股 我这边也不说了 所以你可以来Joy这个选股 那么每个星期你会得到1分这个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我会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就是全球很多大型的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和很多顶级的投资家 他们那么多年在股票市场里面 非常成功运用的一个投资的方法 有人称之为投资政道当中最出名的 当然是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是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所以基本面投资法 就我会去研究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比方说公司的董事局的成员 未来利润的潜能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 股息的派发等等等 会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所以要强调 这不是短期一个投资的做法 会使在至少 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疫情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全球经济能够v-shake反弹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是相当高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或者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 这家公司业绩 刚刚出炉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它本身也是马来西亚 这个科技股的龙头 这家公司是Inari Armatron 所以星期五才出炉的业绩是非常不错 因为这次的业绩是历史新高 的revenue收入跟profit来到历史新高 所以今天它也逆市起了一个2.3% 所以在4块09分 看回去年3月熊市 那时候它的股价被丢到只有一块一毛半 so 当然这一年多的时间 它的股息是相当不错 它目前它的dividend yield 有高达2.69% 2.69% 当然比你放FD FD是相当低的在马来西亚 然后因为它本身也是net cash 进现金 它手上的现金目前高达19亿 现金19亿 so相信Inari 它未来几年应该可以持续 派发一个不错的股息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股息也是比较大方 so这一年多 我去算了它的股息 总共它派了14.1分的股息 so这一年多 你加上股息14.1分 然后它的股价从一块一毛半 飙到今天4.09分 so一年多它的总回酬也是有268% ok 接近三倍的这种回酬 非常不错 因为这种回酬 其他公司搞不好你要等上8年才会有 它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做到了非常不错 它的市值marketcap 151亿 ok 151亿的一个marketcap so它也可以说是蓝筹股了 ok 当然它的PE我只能说不便宜了 如果你看PE股指的话 ROE15.1% 它的股本回酬 然后它的net margin也是有24.29% Current ratio 7.11倍 最新业绩12号刚刚出炉 可以看到它已经连续5个季度 Y01 profit 都不断在进步当中的 当然这个季度该说了 它的revenue收入是历史新高 那么好 Inari这家科技的龙头 它本身的业务 其实它主要是做你的智能手机里面有一个chip 叫做RF 就是radio frequency 这个RF的chip 它是做它的组装跟测试 Inari 它的业务简单来讲 就是做电子制造的这一块 就是电子方面的制造 这是它主要的一个业务 我们来看12号刚刚出炉的业绩 就是first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2年 历史新高 这个季度非常难得 因为它的revenue收入YOY增加24% 去年是3.5亿 它的收入来到今年是4.3亿 然后这个季度核心的净利润 也YOY增加36% 它这个季度赚了1亿 OK Inari终于来到这个数目了 一个季度赚一个1亿 当然这个季度有Forex 430万已经exclude掉了 这种one off的一个东西 所以历史新高的业绩 当然你的股息也是要高 所以这个季度它也宣布 要派发2.8分的一个股息 所以2.8分是它的earning per share 94%的payout ratio OK很高 所以马股里面90多% dividend payout的公司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 那么Inari 这个季度它做得到了94% 因为刚才说了它本身净现金 手上的钱高达19亿 所以股息大方一点 回馈你的股东也是一件应该的事情 所以这个季度宣布2.8分股息 对比去年 去年只有2分 所以股息方面当然是增加 YOY增加非常多 因为它这个季度它的EBITDA的margin 它的operating profit的margin也增加了 YOY3.4% 然后这个季度它的sales mix 它的销售组合也比较好 就是它的margin高的产品做到比较多 所以当然就赚更多钱这个季度 那么QOQ来讲它也是有进步 OK跟4th quarter来比的话 QOQ它的revenue收入也收入 进步了19% 从4th quarter3.6亿增加到1st quarter4.3亿 然后核心净利润QOQ也增加20% 也是不错啦 这个季度就赚了1亿 从QOQ业绩会进步 它说原因也是因为美金走强 也是帮到它 因为马来西亚很多做export出口的公司 如果你的美金对ringgit走强的话 当然会有一个forex gain在那边 是有帮助的 QOQ因为美金对ringgit是来到4.19% 对比4th quarter只有4.13% 所以这个季度forex gain当然比较多 然后再加上QOQ它的RF的这个volume 也是卖更多了 OK这个季度 然后它这个季度finance income OK它的finance income QOQ也增加了10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QOQ也是不错的业绩 YOY也是needs新高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这一年多你包股息的话 接近三倍的一个回酬 个人觉得是走的有点快 当然跟今年整个科技股 我可以说是非常疯狂 不止马股 全球的科技股今年都是非常疯狂 你看美国的Tesla Facebook Microsoft等等等 很多股价今年都疯狂的往上冲 当然这股日潮能够持续到几久 没有人知道 OK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So当然Inari它的ROE15.1% Dividend U2.69% Net Margin 24.29% Net Cash的公司手上的现金19亿 Current ratio 7.11倍 然后已经连续5个季度 YOY profit都在进步当中的 那么来临业绩展望 就是2月中了 OK2月中来临业绩展望 你可以看到很多分析师都很乐观 都对这家公司很bullish 他们都觉得Inari应该来临的业绩会不错 他们给的forecast也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我觉得也对了 因为我们知道5G要来了 5G来的时候很多智能手机 它里面RF的chips可能会更加复杂 更加复杂的话 代表Inari可能会赚更多钱 在RF那一块 相信未来它的demand应该会maintain住 甚至走墙 很多人是想看好 我觉得它来临的业绩应该没有意外 理论上YOY它的收入跟profit 继续的进步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 这家公司 但这家公司从IPO到现在 如果IPO它的股票你买进你hold到现在 我相信你会赚了非常非常多倍 确实是一家 中长期我相信它还可以成长 应该问题不大 当然讲的那么多还是最重要 Disclaimer那四个字 就是买卖支付 OK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最后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